好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 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将于4月21号举行 14号进入第二轮的候选人 现任总统波罗申科来到了基辅奥林匹克体育场参加辩论 但其对手泽连斯基没有出现 波罗申科在记者会上宣布 愿意尽一切努力应对方要求在19号举行辩论 乌克兰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五 在国家公共电视台举行电视辩论 根据乌克兰总统大选第一轮的计票结果 喜剧演员泽连斯基以30.24%的得票率位列第一 波罗申科以15.95%的得票率位列第二 连日来两位候选人隔空喊话要求同台辩论 但双方就辩论的时间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 波罗申科提议在14号举行 而泽连斯基则提议在19号举行